我是MyTV高足球旁述员江宗德 欧联的八強形勢 在這邊我覺得曼城應該可以做下近況認真之馬馬底的二次 至於亞積士班球員始終經驗不是很足夠 所以應該祖雲達斯都可以順利入到最後的四強 嘩這邊緊要了 究竟巴賽還是曼聯呢 曼聯等 Sorry 不好意思 我覺得巴賽始終是強點勁點 入到這個四強 至於波杜應該就真的不夠紅軍來入普 來入普都能夠到這個四強裡面 入到四強裡面怎麼看 曼城始終跟大賽方面是懸吊一面 祖雲達斯找斯朗回來 當然是希望入到最後的決賽 至於巴賽對著來入普 我覺得來入普的教練高普有時是挺離譜的 這樣離譜就不夠巴賽組 好了巴賽到決賽裡面 巴賽對著祖雲達斯這場決賽怎麼看 我認為祖雲達斯的球員在本身這個 是他們的以甲聯賽裡面的磨練就不夠 而且球員有些年紀比較偏大一點 相反來說這邊的巴賽真的可以為你年輕力壯 加上他們整體的前中後三線都是非常均衡 相信能夠在這一場的歐聯的巔峰之線 可以做低這個祖雲 走啦拜拜 進去決賽拿著冠軍 win了巴賽 比數來說 在這一場決賽裡面 巴賽的美斯和阿薩牙蘇 每人一球球 這樣就2比0 搞定 走運 看到屬於歐巴杯方面的八強形勢 這邊先說起 今年來講 法蘭克福在德甲裡面 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相信能夠順利淘汰 賓菲加 入到這個就是四強之列 這邊布拉加斯拉維亞 入到這個八強已經超額完成任務 如無意外 當然了 車仔入到最後的四強 這邊才是屬於冠軍的前哨戰 阿仙奴對著拿玻璃 阿仙奴始終感覺上 在正過賽季當中的起伏是比較不定的 這點來講 相對 拿玻璃比較平穩一點 看好拿玻璃入到最後的四強 好 西甲的內空之戰 華倫西亞怎樣算 都是強於皮羽去到應付地自己的護級之戰 是維拉里爾 好 撐你華倫西亞 入到最後的四強 不過去到四強裡面 相信 打法又不同了 這邊雖然法蘭克福 看得很厲害 但是廣道有夏薩特在陣這一邊的車仔 始終他們在歐戰方面經驗 是比較豐富很多 所以看好車仔 能夠撒入到最後的決賽當中 這邊來說 相信實力是很接近 但是大家要記住 始終拿玻璃前面的三條煙 可以說 那個突破能力是非常之強大 相對來說 華倫西亞在近幾季裡面的歐戰經驗 缺乏了很多 所以看好拿玻璃入到去的決賽當中 就將會對著車路士 這場賽事你問我誰贏 真是現在拗頭 誰贏呢 撐你拿玻璃 你問我為什麼拿玻璃會贏呢 始終車路士在今季搞了這麼多的事情出來 證明你內部方面的團結性 也有少少的問題 去到這場這麼關鍵的比賽裡面 少少的因素都會影響到最後的勝果 是怎樣去定 誰能夠拿到冠軍 這一點來說 拿玻璃如果不是早雲在二甲這麼強 一早都有機會拿一個是二甲的冠軍 所以我看好他就在這一個戰線 在歐霸杯上面 能夠順利擊敗車路士 成為最後的冠軍 在這場拿玻璃對著車路士的決賽當中 估計車路士成是死手 但是拿玻璃的三條片很厲害 我估計這場賽事入球並不會太多 應該有機會見到梅頓斯 一戰定江山 一球球可能就是一比零 那就搞定了車路士捧走歐霸杯 踢球要高 My TV Go 我們ti道球 zal中國東試験 我們跟著車路士的換水 我們去肉腦